大家好,歡迎來到DC Fever 頻道 我是Brian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Sony最新公佈的 16-35 行定四光圈的G鏡 這支鏡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加入了一個電動變焦的功能 過去的功能主要 在Sony自己的電影鏡裏 又或者在一些比較便宜的鏡裏 才會有的 但這次加入了中上級的鏡頭 再配合現在最新的機種 就可以有更多功能 稍後會跟大家詳細介紹 大家可能會問 為何下面會有多一部APX機種 就是ZV-20 其實裡面有一個功能 我覺得不錯 但在現時α9、α1、α7系列裡面 都沒有的一件事 我稍後會詳細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關於這支新鏡 說回這支新鏡 這支新鏡定位是一支G系列的鏡頭 以現在Sony的角度來說 它都算是中上級的位置 擁有4光圈 焦距是16-35 整支鏡頭最大的賣點就是 你會看到它有細支 而且很輕便 只有353g 而同級鏡頭來說 當然當然 人家的鏡頭就更多 但是這支鏡頭 已經是最輕的那支 剛才也提及過這支鏡頭 新增一個電動變焦功能 其實也不是新增的 Sony過去也有其他鏡頭 是電動變焦的 有時候如果你在拍片的時候 而畫面想有一個 ZOOM IN、ZOOM OUT 但又想是很Smooth的話 最好也是靠鏡身上的電動變焦功能 而講到這個電動變焦 大家都知道 現在對焦的時候 很多時用一個叫做線性摩打 令到它更快更加寧靜 而今次也是加入了XD線性摩打 去變焦的功能 即是說這支鏡頭上 無論是對焦還是變焦 都是靠這個線性摩打 當然兩個是獨立分開 亦都因為這樣 就令到這支鏡頭 可以做到一個內對焦 同時有內變焦的功能 簡單來說 無論是對焦還是變焦 鏡頭的長度 都不會改變 這件事對於拍片的朋友來說 尤其是會用GIMB的朋友來說 我相信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你這樣的話 放在GIMB上面 無論想用16mm還是35mm 你都可以做到同一個平衡 就不用再重新調校 這件事亦都方便很多 講到拍片 這支鏡頭 據廠方說回來 亦都刻意做到低呼吸效應 如果再配合部分機種 擁有的減低呼吸效應功能 效果就會更加好 講回光學結構 這支鏡頭 大家不要小看它這麼輕便 其實它裏面有13片12組的鏡片 當中有兩片極致飛球片 一片飛球面鏡片 還有一片低色散鏡片 一片超級低色散鏡片 還有一片低色散飛球面鏡片 即是說 總共有六片特殊鏡片 佔整體光學結構裏一半 不過始終它只是一支G鏡 而不是G Master的鏡頭 所以它在coating上面 都只是用了一般多層度膜 光圈葉方面 它只是擁有七片光圈葉 沒有刻意做到非常圓 我想都OK 因為始終是一支比較廣的鏡頭 而且光圈也不是特別大 所以也不是太需要做到 一個這麼圓的光圈給大家 所以這支鏡頭可以做到16mm 但是 都可以落到72mm的濾鏡片 給一些喜歡影風景的朋友 輕鬆地買到ND或CPL的濾鏡片 除了整體的成本再低一點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 72mm也比較容易買得到 這個也是更加方便 當然更加重要的是 剛才提到的 這支鏡頭只有353g 用Sony 的朋友 我相信很大部份 都會用Full Frame 又會用輕便 這支鏡頭非常合襯 尤其是配上A7C 事不宜遲 現在立刻和大家近距離 看看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是Sony FE-PZ 16-35mm 4光圈G鏡 PZ代表Power Zoom 即是電動變焦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變焦環上 沒有一個黑度 任何時候 你都會向這邊轉 Zoom Y 向那邊轉Zoom Tele 而事實上 究竟向哪邊轉Zoom Y Zoom Tele 在機身上 是可以調整的 看到這支鏡頭 你都會看到 整個設計 跟之前的幾支 G-Lens 連續一齊出過3G 整個設計 非常之相似 看上去都很高級的感覺 但其實這支鏡頭 很輕 這支鏡頭 你會看到 這支鏡頭 配上A74 其實都很細 說真的 如果把它拆開 你會感覺到 分別更大 因為機身 比鏡頭重 很多 前面有個 花反應遮光罩 這個花反應遮光罩 沒有鎖 但是 你都會看到 雙坑 玻璃 比較小 而那支鏡頭 是72mm 先打開機 大家看看 變焦的時候 變焦的時候 其實 就不是很明顯 它有怎樣移動 但是 你會看到光圈 變大變小 對焦呢 有少少移動 看到的 但是 可能大家 就這樣看 都不是很明顯 鏡頭 鏡頭 基本上 應該都不是金屬 來的 但是 它面頭那一層 也有得挺漂亮的 看上去都很高級 對焦環 我覺得 Fiction很低 很輕 這個 大家對焦的時候 就不用給力了 變焦環 Fiction 就大一點 你感覺 就像一些 光學變焦 即是機械變焦的鏡頭 你推動的時候 因為你真的正在推動著 鏡片 是會給多點力 但是 這裏 它都是做到這個感覺的 後面當然 有個G的Label G Master 是橙色的 普通的G鏡 是黑色的 這裏 就是變焦鍵 大家除了可以用這個 變焦環去推動 它變焦之外 也可以用這個 來變焦 因為 有時候 你真的想它很統一 變焦的速度 尤其是拍片的時候 用這個按鈕 就真的比較確保 它的速度 作為一支G鏡 它也有這個 可以給機身 去改善的按鈕 但這裏 這裏 可能太多了 所以 AF 選擇按鈕 就落到很低 不過 還是摸到的位置 不過感覺 我似乎有黑傑 為了遷就變焦鍵 就把這兩個按鈕 就向下轉了 我覺得 如果你說遷就手 來說 似乎現在都比較遷就手 因為AF MF 鍵 認真說 都不多按鈕 這個按鈕也不算多按鈕 不過當然 每個朋友的習慣不一樣 可能有些朋友是常用的 但我自己 就很少用鏡頭上的按鈕 反過這邊 這裡有一個Iris Lock 就跟之前其他鏡一樣 如果你在A檔位置 如果來到這個檔位 你鎖了它的時候 其實整個光圈是動不了的 或者 你轉了去手動光圈的時候 如果你鎖了它 仍然可以調到光圈 但就扭不到過去A檔位置 說回一點 剛才可能這支鏡比較新 22 光圈去到A檔位置 中間是要給很多力量的 或者它用久了 就未必有這個情況出現 而這個光圈環 本身都可以D-Kick 可以 這樣 開啟了它的話 你扭過來 光圈的時候 這邊就變成無斷式 看到這裡有一個膠邊 有防塵防水滴的設計 後面這個位置 它始終是Y鏡 你會看到很多Y鏡 Sony的Y鏡 後面都是有一個方形的框 有一點遮光效果 令到質素更加提升 剛才有一部ZV E10 我現在就換了一支鏡 為何會借這部ZV E10來和大家示範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示範 首先 ZV E10 我覺得這支鏡頭 很適合它的焦距使用 因為16-35mm 自拍都很方便 當然 如果你說 它本身 那支 鏡頭仔 都是16mm 開頭 事實是 但是 質素上當然 沒有這支 如果你說 我不介意APEX 但是 我想質素更好 現在 就有多一支鏡頭選擇 而這支鏡頭 是電動變焦的 原來 Sony 有小部分的機身 機身上 有手動變焦的 即是說 如果你現在開了這支鏡頭 基本上 直接用這支手指 已經可以做到變焦了 如果你想玩自拍 甚至乎你這樣 單手 做一個變焦 都可以 除了方便你按自拍鍵 之外 亦都方便你變焦 希望這支鏡頭 即是未來 可以多放在其他機身上 即是 Alpha 1 Alpha 9 Alpha 7 基本上 都沒有這支鏡頭 因為它的開關鍵 就在這裏 我現在 將這支鏡頭 塗在A74上面 為甚麼呢 我為大家示範 它的8級速度調整 為甚麼會有8級速度調整 就是說 如果當你的機身 設定了Zoom鍵之後 因為本身沒有Analog 所以 你是需要 調整這個Zoom鍵 按下去的時候 究竟 速度是快還是慢 而這件事 其實是不影響 鏡頭上面 那個變焦的功能 因為 你快慢 是關你扭動多少的事 以及本身 鏡頭上面這個鍵 自己 你推得少 它已經是慢 推得多它便快 這一個 不會對鏡頭上面的鍵 有任何影響 現在我就是 一個快的速度 我設定了 左邊這個鍵是Zoom Y 右邊是Zoom Tele 我現在按入Menu 給大家看看 因為我之前 已經設定了一次 所以 一按進去 已經預設設定了 自定變焦速度的位置 按進去 也有分 平時 即是未錄影的時候 或者是錄影的時候 都可以分開設定它的速度 都可以 現在就是最快的了 第八級 我調校最慢 跟大家比較一下 其實現在已經變焦了 但是現在是最慢的速度 大家見到 真的慢到有少少難頂的 認真說 不過可能有時候 有些朋友 真的有這個需要 做到慢 當然 如果你不需要這麼慢 你當然是在Menu 設定 不要這麼慢 我設定最快 給大家看看 很明顯 現在快很多 有八級 這麼仔細 所以 我想對於有些朋友來說 是挺實用的 但是 這個速度 一定要 自己 掌握得很好 接著 跟大家看看這支鏡頭的 拍攝效果 我這次 簡單一點 看一點 因為我本身 會在Dctiva.com 跟大家做一個 詳細的測試 過兩天 就會 刊登 到時候 我都會加上連結 下面的描述部分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過那邊 可以有個更加 詳細的測試 給大家看到 現在 跟大家看看 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 本身是強制 開了變形矯正 所以 你會見到 即使16mm 也好 或者是35mm 也好 線都很直 只不過 給大家看看 我自己覺得 沒什麼參考價值 因為線 就一定直 大家看看 這張照片 就是在這支鏡頭 35mm 的時候 最近對焦距離拍攝 而這支鏡頭 它本身 最近對焦距離 是在35mm的時候 反而16mm的時候 最近對焦距離 沒有那麼近 而它的放大率 做到接近1比4 所以你會見到 現在的效果 我覺得都算不錯 後面的Outflow 都挺漂亮 挺柔潤的 放大100% 給大家看看 這張照片 你看到 質素 都不錯 在準焦位 你看到 植物上面 毛毛 都很細緻 而且它的紫色位 都表現得 層次感 是挺好的 畢竟 它也是一支 G鏡頭 質素 真的有相當的 下一張 這張 就在夜晚拍攝 我用20mm 收到11光圈 有用Photoshop 推光 因為我拍攝的時候 有點低 推光一點 收到11光圈的時候 你會見到 星望 有14條 因為它是7片 有15光圈頁 我覺得都算OK 而星望 不會太誇張 因為有些太誇張 星望可能出到很遠 而現在這個 我覺得都算不錯 質素方面 11光圈 你會見到 甚至現在 是在角落頭 線 都很sharp 反差上面 都做得不錯 光位和暗位之間 不會太影響 而且暗位都很實 你看到 車子下面的燈 很誇張 很過癮 我覺得這張照片 不過 留意一下 右邊這裡 本身有一支街燈 因為是 20mm的焦距 實際上 這支街燈 在16mm的時候 是可以見到的 你會見到 始終有些光 滲了出來 即是說 如果 不想這樣的話 可能 就需要自己 人手 看看如何遮遮這些光 因為當你 zoom 一 zoom 就算 本身16mm 是出鏡 你都可以 遮了它 然後 zoom 看不到 這樣就不會有些光滲出來 OK 和大家看最後一張 這張照片 我對焦 對這個位置 都是用16mm 收到7.1光圈 對焦對這個位置 但是 雖然對焦 好像對到很遠 但是 角落頭 你們的線 都是很實的 挺不錯 中間位 大概在這裏 我對焦 大概是對這個 但是 因為這支鏡 像是16mm 收到7.1光圈的時候 景深都很長 所以 你會見到 後面的樹 那些樹葉 其實都很仔細 甚至遠一點的樓 這些 欄杆的線條 都是很清晰的 證明 這支鏡 本身在結像上面 都很銳 完全可以放心 用 整體計 我覺得這支鏡頭 質素 雖然 你想跟 2.8光圈 G-Master 比 防圓光 都是相差 少少 你看到剛剛夜景 這張 滲出來 我覺得這些位置 是相差少少 但是 結像的Sharpless上面 就不需要擔心 唯一就是 變形控制上面 因為它強迫 開了變形控制 所以 就看不到 究竟 它本身變形 變得多誇張 不過 現在CNS三間廠 似乎 都已經 比較依賴 機身的矯正 所以 不能說 甚至乎 外國有些網站 都不介意 擺明 要打開 機身的矯正 去做測試 但是 我自己 就覺得 盡量 刪到就刪 讓大家看到 原本的效果 當然 你實際用的時候 當然是 全部打開 看完片 看相片 相信大家 都看到 鏡頭 其實都真的 非常吸引 整個設計很貼心 兼斜 還很輕便 更加重要 當然是它的光質素 也不錯 而 加上 基本上 和Sony 很多年前 推出的 16-3-5-4 光圈 賽斯 基本上是一樣的 雖然 已經沒有了賽斯 牌頭 只剩下G字 我相信 大家都明白 現在這個G Lens 其實效果 也非常好 更加重要的是 這支鏡頭 無論在功能上 規格上 還是輕便程度上 也有一個 很明顯的進步 所以我相信 很多朋友 都會覺得 這支鏡頭很棒 更加重要的是 其實這支鏡頭 真的未必 經常需要用 Wide Angle的朋友 但又需要一支 旁身的話 這支鏡頭 就非常之可以滿足他們 因為 一來 整體功能 也不錯 更加重要的是 它更加輕便 有時可能去旅行 或是攀山洩水 我未必真的 每次需要 去到16mm 有時你會想 我拿一支 24-70出去 夠不夠 夠的 不過當你又帶了 這支16mm 至35mm的鏡頭 你到時 真的需要到 就有16mm 給你用 更加重要的是 這支鏡頭 本身真的不重 300多g 放在袋裡 這支鏡頭 真的不會令你 有很大的負擔 而近年來 大家看到 Sony 已經開始積極 將它一些 舊的鏡頭 開始翻新 即是開始推出 它的成功 當然 舊型號 通常都沒有這麼快 抵抗 大家就可以 根據自己的需要 選擇 買舊型號 因為舊型號 都會下價 新型號 也更好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 去選購 不過我都很期待 Sony 將一些比較舊款的 FE鏡頭 尤其是大支 全部換了新款 而全部 變得更加輕便 我相信 對於用家來說 也會更加開心 這裏 真的很期待 Sony 將會再推出 什麼新款的鏡頭 今天的測試 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 有興趣 跟我一路討論 這支鏡頭 我歡迎大家 在下面留言 跟我一起聊 究竟這支鏡頭 你覺得好 還是不好 或者你對Sony 未來的鏡頭 會不會有什麼展望 我都歡迎大家 在下面跟我一起討論 今天真的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